今天的人很多人没有安全感 一点点就怕 一点点就担心 怕这个怀疑这个怀疑那个 当我们没有安全感的时候 恐惧跟害怕就会进来我们的生命 让到我们没有平安 恐惧害怕会让到我们很忧郁 会沮丧 没有希望 然后仇恨 愤怒 生气 耶稣畅开的心 那种很大 很宽容的心 我们讲格局 你的格局大不大 有格局的人很不一样 那个心很大 可以容纳 天国的格局是很大的 弟兄姐妹 今天的福音有两个part 两个很重要的讯息 一个是关于天国 一个是关于地狱 在第一个部分 耶稣说 那些人用我的名字来行奇迹的 他们不反对我们 就是倾向我们 这篇福音告诉我们 天主的国不只是属于基督徒的 不只是属于门徒和教会的 天主的国是比教会更大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 教会 我们就在自己的那个范围里面 但是天主的国是比教会更大 耶稣的心是很大的 很宽的 这个世界 天主会赐他的神 他的灵 他的圣神 给不只是基督徒 我跟你说 在这世界上 哪里有需要 有需要人 去履行 正义 真理的地方 天主的神 都会赐予 所以在古代 我们在中国 也没有听过 耶稣基督的 如果在东方 这一个部分 两千年前 耶稣来了不久的时候 或者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 很多地方 世界各地 天主已经遭选了不同的先知 其实 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传承着很多真理 有鲁家思想 有道家思想 有很多的 这些圣者 他们教导的东西 都是帮助人 成为更好 成圣的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 我们的范围很小 我们把我们自己 框在一个小的地方 门徒们开始的时候 也是这样 比如说 今天的福音 若望问耶稣说 这些人用你的名字 驱逐魔鬼 我们要阻止他 如果不是基督徒 就不可以做好事吗 我们需要阻止他吗 没有 天主应许 很多人 做很多善事 上个礼拜 我说到 这个 ambition expectation 跟 procession 记得吗 那个 门徒们开始的时候 也是很多 ambition的 一个要做你的左边 一个要做你的右边 是吗 然后他们都想着 耶稣要为王 然后来带领他们 过更好生活 或者他们希望 耶稣可以给他们什么 他们会有什么赏报 所以他们一直在问 耶稣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在想着 自己要的东西 而上个礼拜 我说 ambition 就会带到我们去 expectation 就是对要求 对事物的要求 对世界要求 对别人有要求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一套 我们想法 然后后来就变成 占有 possession 这个 possession 今天我们在 今天福音也是会看到了 他门徒们就是 把自己变成 我在我的这个群体里面 我这是属于我们的 他们不应该做这些东西 他们不应该做这些东西 只有我们可以做 这就是 possession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吗 我们会忌妒别人 或者我们会 不允许人家做一些事情 这个是我的专利 别人不可以做 只有我可以做 今天的福音里面 门徒就是在这边 有这种这样的性质 当我们陷入这样子的一种 占有的时候 我们不愿意把我的目光 放得更宽的时候 我们就会没有安全感 所以 possession 会带到我们去 没有安全感 insecure 今天的人很多人 没有安全感 一点点就怕 一点点就担心 怕老公有问题 怕这个怀疑 这个怀疑 很多这种这样的想法 当我们没有安全感的时候 恐惧跟害怕 就会进来我们的生命 让到我们没有平安 恐惧 害怕 会让到我们很忧郁 我们会despair 恐惧跟害怕是fear fear会令到我们 很多anxiety 很多despair despair是沮丧 会沮丧 没有希望 然后沮丧会 令到我们去 仇恨 愤怒 生气 所以今天人很多生气 想想我们的生活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我们整天 就是很气 那个气不懂哪里来的 国黑啊 很多气 因为我们 没有去认识 真正耶稣 没有去学习 那种耶稣敞开的心 那种很大 很宽容的心 我们讲格局 今天的门徒 在福音里面 他们的格局很小 今天用的这个字 时常会听到的格局 你的格局大不大 格局大的人 做生意 会很忘的 格局 有格局的人 很不一样 那个心很大 可以容纳 然后第二个部分 是讲关于地狱 所以刚才第一个部分 是讲天国 天国是很大的 天国的格局是很大的 我们有没有这种大 如果我们是很宅小的 心胸宅小的话 我们是很难 进入天国的 明白吗 因为心胸宅小的人 不宽恕 不分享 不关怀 没有爱 心胸宅小的人 很难进入天国 不是不可以啊 很难 耶稣说那些富人 要进入天国 是比骆驼穿过 那个针孔更难 什么意思 因为一般上 不是所有 一般上富有的人 他们不 不愿意分享 不愿意去 因为囤记 OK 所以第二个部分 是关于地狱 所以耶稣就 又马上就去到这个 他说 如果你的手 使你跌倒 砍掉它 如果你的脚 使你跌倒 砍掉它 如果你的眼睛 使你跌倒 挖它出来 什么意思 手是什么 手是让我们去触摸 去动 去做 当我们去触摸 或者动到一些 不应该动的东西 是不是 我们就去犯罪 你的手使你犯罪 动了不应该动了 就摸了不应该摸的东西 当你的眼睛 看了不应该看的东西 当你的脚 走了不应该走的路 我们现在走的路 是天主要我们走的路吗 还是我们走向死亡 走向枯萎的路 我们在行走着的是 罪恶的道路 还是光明的道路 我还有一样要讲的是 这边福音没有讲到的 如果我们的舌头 让我们跌倒 也应该切掉它 我们的舌头 是让我们讲话的 说天主的话 说天主要我们说的话 不是讲那个诅咒的话 不是讲那些 有毒的话 破坏的话 摧毁的话 人的舌头是很有力量的 因为天主创造天地 也是用他的话 他说有就有 所以人是按天主的肖像 而造的 我们所说的话 也是非常有力量的 有力量的 当我们那个话 一出去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诅咒的话 一出去 那个人是会被诅咒的 我跟你讲 如果我们反省一下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说的话 真的是伤害人 有些伤害 不是很容易就过去的 有些伤害那一句话 印在那个人的 他的一生里面 都很难走出来 特别是父母说的话 父母对孩子说的话 是很power的 所以 如果 那个舌头是要来赞美天主 是要来感恩 要来建立 要来给予生命的 眼睛 我们有时候看了很多 不应该看的东西 今天很多东西看 你打开电话 就一大堆东西看 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应该看东西 每次神父听告解 就是每次有人讲 哦 我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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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色情的 看这个 看那个 他很容易跑进来 他们蛇这样 一下子跑进来 看 亚当跟二娃 他们开始犯罪 就是因为那个眼睛 他们看了 那个 汁善恶树上的果汁 好看又好吃 圣经是这样写的 好看又好吃 他们看了 想了 结果他们手去动了 手去动了 就完蛋了 所以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跌倒 我们的罪 就是这样来的 耶稣今天给了一个很强硬 很严厉的一个讯息 就是如果你的手使你跌倒 砍掉它 脚使你走错路 砍掉它 的意思就是 绝对 是绝对的不能够 让我们继续的用这些地方去跌倒 使我们跌倒 好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 我们在今天的当儿 我们更重要的是反省 天主说给我们的 所有一切恩许 一切的恩宠 是要我们善用 天主给我们手 给我们脚 给我们眼睛 给我们舌头 是让我们去光荣天主 行走天主的道路 去做天主要我们做的善功 好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接近祂 更能够准备我们进入这个天国 祂所谓的天国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我们身边 所有那些为天国而战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庆祝这个Migrant Sunday 我们必须要意识到 基督在我们当中是我们的主 不管你是来自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民族 哪一个文化 你说什么话 讲什么语言 天主都在我们当中 要成为我们的救主 阿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